那些我们被别人而鱼绑架的日子 眼光和目标只放在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小心翼翼地度过每一天 这将成为我们这一生 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一段时光 在这条成长的路上 找寻自我价值已经够难了 就别让不负责任的评论 轻而易举地篡改你本该感到自在的人生 找回内在声音的自主权 每一个样子的你都值得感到骄傲